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澳紧急求援中国 结果可想而知 由于近些日子的创纪录山火 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算是狠狠上了一回新闻头条 这才没过两天 澳大利亚人极有可能又要因为他们政府的愚蠢政策再上一次国际头条了 当地时间1月20日 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宣称 澳大利亚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国家投资与开发项目 北部大开发战略打算不再依赖中国 转而指望靠印度人的投资实现 澳大利亚大陆北部地区在澳大利亚被称之为顶端地带 其在行政上涵盖整个北领地 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大部 占澳大利亚国土总面积40% 自然矿产资源方面 仅一个锂矿储量就占到全球储量的37% 但总人口却仅有680余万 开发程度极其低下 澳大利亚人一直都有开发该地区的想法 但直到近年来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持续低迷 澳大利亚人这才有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紧迫感 于是在2015年6月 时任阿尔伯特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隆重推出了我们的北部 我们的未来 发展澳大利亚北部构想白皮书 根据白皮书的构想 澳大利亚政府打算耗时20年时间 让整个北部地区人口增加数百万 粮食产量翻倍 同时将达尔文港等域内两港发展成为澳大利亚与东亚各国对接的前沿国际大港 从而带动澳大利亚全国经济再创辉煌 其实 该白皮书已经推出 澳大利亚国内很多业内人士都立刻敏锐地认识到 这一战略与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诸多共同之处 首先 中国本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基建力量 中国是澳大利亚矿石资源的最大客户 而这些资源大都集中在北部地带 中国也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投资 而就在白皮书推出的同一时间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也刚刚得到通过 将北部大开发当作推进自贸协议的主力项目再恰好不过 所以 在2015年11月 澳大利亚政府在北领地首府大尔文市 为北部大开发战略专门召开国际投资论坛时 来自中国的代表成为会上最大的亮点 而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此的热情 甚至都超过了中国的投资者 而当澳政府在五年之后的今天突然说要反悔 要削弱中国的参与度 将重点放到鼓励更多来自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的投资时 就连澳大利亚自己的业内专家都被吓到了 而澳政府给出的理由却冠冕堂皇 澳大利亚宣称 本国北部地区的发展不应该依赖一个国家 这不仅从政治角度 而且从经济角度都增加了风险 同时就对澳大宗商品资源的需求而言 印度和东南亚将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 占据更大增长份额 总而言之 除了不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点还算说得过去 澳大利亚政府反正就是觉得 印度人和东南亚人就是比中国人更懂基建 也比中国人的购买力更加旺盛 所以既然澳大利亚政府自己都无心搞经济建设 要重回冷战时代了 北部大开发战略也就此无从谈起 澳大利亚部分学者就此分析 本届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北部大开发战略 说找印度和日本来投资 更多只是给自己的毁约找一个台阶下而已 虽然澳大利亚在此项目上放弃对华合作 但如今国内对于中国的呼声却截然相反 近日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特汉 在澳大利亚大学联盟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 强调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目标和战略 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官网26日报道 特汉在会议上表示 政府也为在澳学习的11和12年级的中国学生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审查措施 他们将得到履行禁令的豁免 这是基于医学建议的决定 是向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体系 恢复正常运作迈出的一小步 但却非常重要 联邦政府将继续努力减少对国际学生和大学的影响 将病毒对国际教育行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特汉还强调称 在高等教育中 学生始终是处于推动澳大利亚前进的核心 政府非常关心学生的福利 他说 我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将恢复正常运作 中国履行禁令将被取消 滞留中国的学生将返回澳大利亚开始今年的学习 在此之前 我们大家必须继续共同努力 寻求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创新办法 此外 澳大利亚的旅游业也在极力挽回损失 人民网堪培拉26日店 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西澳的旅游、教育、中小企业损失非常严重 但西澳与中国是长期友好的合作伙伴 相信我们一定会共同难关 西澳大利亚政府首席代表克罗克特 25日在西澳州府珀斯取行的新冠病毒疫情 于对策研讨会上表示 西澳州面积253万平方公里 人口220多万 一直是澳大利亚与中国合作最密切的州 2019年 西澳对华出口占全澳的61% 创造30万个就业 西澳珀斯铸币厂 每年向中国供应200多吨黄金 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最大交易商 中国是西澳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双方已建立20对姐妹城市关系 40对姐妹学校关系 疫情爆发以来 西澳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 如作为澳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的福特斯克金属集团 第一时间为中国一线医护人员捐赠数千医用口罩 向中国合作伙伴吴宝集团提供100万澳元 用于将武钢体育中心改造成拥有300多张床位的方舱医院 收治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西澳州长麦高文更是身体力行 多次发表电视讲话 表示西澳没有确诊病例 代表西澳州政府向中国人民 在澳及全球华人表示关心和慰问 在脸书发文强调 不应因疫情歧视华人 而应伸出援手 当然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受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澳大利亚 美国也不能幸免 26日消息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日前表示 由于中国应对疫情 禁止口罩出口 美国可能会下令 从中国召回四家专门生产口罩的公司回国 而且下一步目标将使引导更多美国供应链回归美国本土 纳瓦罗近日接受霍斯财经电视访问时 被主持问道 面对疫情在全球的扩散 美国会否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 综合彭博社等报道 纳瓦罗回应时表示 最近急需解决的问题是N95口罩 因为中国对这种口罩实施出口限制 他提醒美国人 要明白当类似危机发生时 我们不会有盟友 并以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为例指出 当时美国的好朋友澳洲 英国 加拿大 基本上拒绝我们所需 他透露 这促使美国决心把四家美国公司 从中国召回美国 他们可以在美国生产数十亿的口罩 美国的这要技术先进 还能降低成本 在特朗普总统的亲自领导下 我们与国防部卫生部共同合作 确保美国公民收到保护 纳瓦罗说 纳瓦罗强调 这场危机不令人意外地表明 美国企业的供应链太多 违由海外供给 不过 他仍表达出 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强调 美国经济非常强劲 不会特别容易 因为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而受害 此外 武汉肺炎疫情 导致中国经济停摆 其中 电子业恐严重影响全球供应链 国际电子工业连接协会 IPC最新报告指出 疫情搅乱供应链 产品出货至少延迟数周 美国国际电子工业联网协会 IPC对电子代工厂 零件供应商等进行调查 受访者普遍预估 出货会延迟三周 但私下却透露称 延迟时间可能会更久 平均预期为五周 甚至有企业认为 延迟可能会超过九周 总之 84%的受访者 都对疫情造成的延误表示担心 IPC首席经济学家 萨温·杜布瑞斯表示 制造商虽然已经着手寻找替代方案 但大部分依然提心吊胆 担心延误造成更大损失 IPC的调查是从2月11日到16日 期间收到150份业内的回复 但新型冠状病毒情况迅速改变 IPC首席经济学家 萨温·杜布瑞斯表示 制造商虽然已经着手寻找替代方案 但大部分依然提心吊胆 担心延误造成更大损失 苹果公司2月17日发布的第二财季财务报告表示 受疫情的影响 中国的苹果手机供应链厂商复工率不高 导致全球iPhone供应受限 此外 惠普HP调降其获利展望 联想Ninova日前也表示 整个业界将会面临供应不足的情况 任天堂 由于产自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不足 其越南工厂生产的Switch游戏机的产量受限 原定于4月份发售的新Switch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除了电子业 汽车业也受到很大冲击 由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停产 包括现代汽车在内的韩国七家汽车工厂宣布停工 据韩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的数据 韩系整车厂的限速零部件需求 有87%来自中国 如果供应持续出现短缺 仅现代 奇亚两家车企在韩国本土的产能 就将面临减少近5万辆的供应 导致销售额的损失将超过1万亿韩元 约8.2亿美元 除此之外 肺炎疫情也在影响着全球的方方面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日发表题为 滞留的龙虾和不见了的婚纱 新冠病毒每天都提醒着人们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的报道称 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 日常吃穿用度和所做的工作都在提醒人们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在澳大利亚西部 捕捞季才刚刚开始 杰拉尔顿渔民合作社就被迫停止收购会员的龙虾 这些龙虾本来要在农历新年期间出口到中国 合作社90%以上的捕捞量通常都出口到中国 它只是澳大利亚几家已经停止向中国出口的销售商之一 合作社最近在一篇简讯中说 与世界其他海产品市场一样 我们的供应链对市场非常敏感 因此我们是最早感受到中国新年假期欢庆活动 逐渐趋于停滞的商家 在新泽西 蒙谢利婚纱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文兰说 自己费尽周折才完成几份订单 他的企业销售婚纱和高中舞会礼服 与公司合作的45家中国工厂中 只有一半仍在营业 其他工厂都在等待检查和消毒 他在公司仓库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 问题不仅仅是工厂 整个供应链都存在问题 你要面对纺织厂 货车运输 空运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整个供应链 他说 它影响到供应链的方方面面 中国是劳工之乡 没有了中国工人 整个供应链都受影响 当然 受疫情影响最为敏感的还要数股市 受新冠病毒疫情扩大消息的影响 亚洲和美国的股市在连续大跌两天后 2月26日继续下滑的势头 市场恐慌指数上升到一年多以来的最高点 路透社说 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里 涵盖全球1644只股票的权重股指 MSCI World蒸发了大约3万亿美元 尽管中国疫情放缓的消息 帮助中国股市避免了欧美股市近日出现的崩溃时下跌 但新冠病毒扩散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的影响不能低估 据路透社近日对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澳大利亚 韩国 台湾 新加坡和泰国等国的经济表现 预计在今年第一季度会非常糟糕 不是放缓就是停滞 或者会出现负增长 市场的恐慌促使资金转向了避风港 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国债券的收益率下滑到历史新低 美元对多种货币呈现升值的势头 不过 由于市场预期 美联储会有新的降息措施出台 美元升值幅度受到了一些限制 市场恐慌指数VRX目前处于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新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导致一部分国内企业相当长时间的停产 导致一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中断 对那些依赖中国供应链的企业和国家形成冲击 美国一些官员趁机呼吁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目前 我们高度关注部分企业停工停产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 主要是以负责任的态度 避免国内防疫措施 对其他国家的企业造成更大损失 也是尽力稳定中国外贸的国际市场份额 防止订单转移 判断供应链 产业链 不会因为疫情 贸易战等情况 发生大规模外迁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不是单纯的生产者 而且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者 数据显示 在20个主要行业中 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 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 以信息电子行业为例 中国的手机销售量大约占到全球销量的40% 电动车销量占到64% 半导体消费占到46% 当中国既是全球制造业的供应方 也是主要市场的时候 国内供应链与产业链首先满足国内需求 因而不可能发生全部转移的情况 由于中国生产满足国内与国外市场需求 巨大的规模效应导致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从而可以巩固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有这个优势 现在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的确在市场化重组 但重组依然以中国为中心进行 首先随着中国向制造业高价值端前进 进一步强化了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产业联系 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属性加强 亚洲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更加巩固 其次 中国不断增长的庞大需求 以及持续的产业升级 使得产业链价值链更加本土化 这表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中 内需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而外贸的比重在不断降低 比如中国企业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供应链 不断取得进步 面板 智能芯片 以及其他重要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越来越高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吸引了诸多国际企业来划设厂 因此 只要继续推进改革 同时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扩大内需 与产业升级双轮驱动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 产业链的位置会进一步巩固 中低端产业的一些地区性重组 是不可避免的 而价值链中 高端领域的国产化率会不断提高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